接下来比较像是今天的重点 就是接下来讲到的是Hypersearch 那Hypersearch它是由一个叫做Protocolabs 整个组织他们研发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新的Protocol 那Hypersearch这个Protocol呢 其实他们才在去年大概10月的时候吧 才真的在Hypersearch他们在Protocol上面 真的发表这个东西 所以它还是现在很新 然后必须说它的技术都还在持续的变化之中 就连它到底用的Token是什么样的形式 现在都还在不断在调整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或者是甚至接下来 不一定会有马上的答案 因为它这个调整是需要因应一个法规 或者是它发展之后一边发展一边发现 用哪些局限性去做调整的 所以简单来讲一下Hypersearch Hypersearch在他们自己出现之前呢 其实这个世界上都有某一些机制跟这个很像的 那简单来讲一些是 先简单来讲它就是 世界上已经出现的这个机制有什么 一个是Social Impacted Bounce 就是影响力债券 所谓的影响力债券呢 就是它有点像是 我们现在任何组织要去做一个公共产材的活动 或者是我要去帮忙带 比如说我要带公园啊 我要帮忙各种 比如说我甚至今天要帮政府部署 他们的IT环境好了 就是政府这些东西通常都是 政府发业务案 我发案子出去 给某一个民间团体 那让这个民间团体呢 有钱去执行这个案子 然后它通常的那个互动方式会是很 两个两端就是非常非常双向的 政府跟所谓的售款单位 我提供服务 你可替你提供资金 我们这样子简单来回 那影响力债券的模式的出现 其实是把另外一个环节的人 叫做通知者放进来这个大的蓝图里面 那这个它跟Hypersearch 它的技术设计会非常非常的像 呃好 我们讲一个例子 就是在呃英国 其实这个就是impact bounce 呃social impact bounce 这个影响力债券 它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 呃被被被提出来的东西 那其中一个案定的是在英国 英国有一个监狱 它叫做Peter Borer Peter Borer这个监狱 反正呢 这个监狱呢 它就是希望可以降低这些所谓的 更生人 他们出狱之后 他们犯罪的几率 所以他们就希望可以有一笔预算被拨出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时有一间在英国的贝尼组织 他们叫做social finance 他们就看到说 诶希望解决更生人的问题 那他跟我原本来做的事情其实很像 那我希望可以拿这笔钱来做这件事情 但政府因为他还不是很知道这笔预算要怎么花费 所以就先没有拨这个款项进来 但social finance 在英国的四线公司呢 不管就是 呃 他无论如何 他们就先开始这项工作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其实是先开始募资 他们去跟 呃 市面上可能有 对这个 这个更生人的犯罪率下降 有兴趣的人 的这些individual的捐款者 他去跟他募一个款项 他最后总共像17个募款 呃 17个投资人募到了500万英镑 蛮大的一笔钱 来去先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他跟这些投资人互动的方式就是 我呃 发那个债券给你 然后你给我钱 所以就是hold的这个债券 来support这个 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呃 这样子的计划 那在7年之后 他们这个就收到这笔钱之后 他们就是project不断的去 跑跑跑跑跑 诶 真的还做出了某一些成果来 呃 呃 更新人的犯罪率下降了 然后呃 犯罪率 资料上显示 是比原本下降 还要 比原本还要下降9% 然后政府呢 他就看到说 诶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成果 我希望可以来自助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 它已经被完成了 所以呃 政府在这里操作的方式就是 就是我 像这些所谓的投资人 因为投资人已经把钱给收款待会儿了嘛 我跟投资人买回这些债券 然后把钱付给投资人 然后呃 让政府他其实就是受到这样的服务 我的工呃 我的监狱 本来是一个比较偏向公共财的东西 可能是政府要出资的 但因为这些投资人 他跟我来这个债券 让我可以先享有这个服务 所以我花更多的钱 来去把这个呃 债券买回来 那债券买回来这件事情呢 呃 其实让这些投资人 他他在就是呃 购买这个债券 支出这个行为的同时 他也进行某个程度的投资 因为政府为了要奖励这些人 他多花了一些钱买 呃买这些东西 让这些投资人呢 他不只是呃 钱出去有回来 不是借贷的关系 而是投资的关系 我借出去之后 回来我赚了3%的呃 投资报酬率 所以对投资人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资金的运用方式 我既可以资助一个 我相信的好的事情 但同时我也有机会 呃赚到某些钱 这是呃 2010年 还是最近存在的一个 一个模式 那呃 讲一个 另外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比较最近的 这是 德国的一个 呃 德国的一个组织 他们叫Project Together 然后在 Hypercess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 Quality member 他是来自Project Together 所以到处一直在讲这个案例 嗯 Project Together 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呃 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下面就是 还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东西 还有呃 Vear Physis Virus 然后Circular Future Farm Good Climate 或者是 呃 Alliance for Ukraine 那在去年呃 呃 乌克兰乌亚战争 发生了 呃 的时候呢 呃 这个组织 他其实本来把很多的资金是 溢注在 呃 溢注在其他专案上面的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没有特别关心 就是没有这个乌尔的支线 但大户惡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非常多载地的费力组织 或是社区 他们开始先采取行动 比如说我先 呃 紧急地去招募 呃 招募一些志工人手 来去帮忙做医疗啊 又或者是 我找志工来去做人口疏散啊 或是我来gather各种各种 人生用途 各种的 或者是需要的东西 他的方式呢 就是 诶 我看到这些人 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把我们原本的资金配置 重新调整一下 然后去资助这些已经发生的 呃 已经这些已经在做这些 呃 帮助战争中的人民的组织 所以这些人 他其实是 action已经完成 或是正在进行过的过程之中 他们并不需要先募集到一笔资金 我才可以去运作 我才可以去 呃 帮助这些战争中的人 这他的用意其实是 呃 如果说我今天战乱发生了 或者是地震发生了 现在Torch跟Tria边境的事情 我不可能是 我已经有随时随地都一笔预备好 可能有 有些机构是有 但是对这些community来说 我一定要先采取成功 我一定要先把救人的事情 先做好 先发生 我才有机会去谈剩下的东西 因为他是紧急性的 在高度紧急性的状况之下 他这样子 先让你做好事情 然后我再来资助你的模式出现了 会让 呃 就让这整个 呃 做事情的人 他有点 就是相对 无后务之忧 我可以 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先做事情 我不用担心 我自己要 垫多少钱啊 或者是 会不会让我损失很多啊 他反而去有一个被奖励的机制 但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不会没这么发生 所以等一他会讲一下 这个机制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在 DH块链上面 比较直接的案例是 呃 在2019年的时候 呃 Optimism 就是一条 呃 对于像是 Ethereum的一个图片 它是一个列 它在跟那个 他们跟 呃 Metallic 一起合作 呃 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 Retroactive Public Goods Funding 但可以想象 开源像是债券 只是我们把 刚那个债券的形式 靠到 书开源那边 事情上面来 它运作的方式呢 就是 呃 因为Optimism 它本身也是 一个 书开源专案 才是有开源的特性 那它希望大家 用社群力量 一起把这个 开源的环境 built的更好 所以呢 他们去 他们去鼓励说 哪一些专案 如果可以built 某些东西 呃 符合到我们的 criteria 那我们就可以 在你 订阅完之后 事后给你 这个funding 那么事前就已经先 拨好大约等投入 100万 那金的资金 在等着大家 就是来 需要这个东西 那他们决策呢 就是 我先 呃 大家先built 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 呃 这里有就是 我Optimism 是需要接受 这些服务的人 然后拨 拨款项的人 然后我们还有 evaluate这件事情 是不是符合 呃 就他总共招募了22个evaluate的人 就是来evaluate说 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 呃 Optimism 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最后再依照这个结果去分配 自己 分配下去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先开始做这些事情 然后钱再进来 好 刚刚讲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先做好事 钱再进来 而不是我先募资 我先得到捐款的 我再开始做好事 它是呃 整个hypersearch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我怎么让好事情先发生 呃 它也是retroactive 这个字 它的它的意思 就是它比较会缩性的 一个行动 我不是先资金进来 我再做事情 而是事情发生之后 我回缩性的把资金 呃 提供给大家 好 hypersearch到底是什么 hypersearch呢 它是一个新的tokenstandard 那用来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记录 然后还有reward positive impact positive impact的范围 我们刚刚都已经讲到了 那这边这张图呢 它是现在hypersearch的一个 就是markup 就是你现在如果去 Portocool Labs 他们hypersearch的网站上面 去说我要画一个hypersearch 它发出来的东西 可能会长 差不多是 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新的tokenstandard呢 呃 在过去这段时间 呃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 其实很像一个NFT NFT是什么 是nonfundable token 就是 呃 非同主要的代币 那每一个非同主要代币里面呢 它其实可以存放的资讯都是 跟其他的 呃 代币是不重复的 但我不重复的代币 每一个代币都有自己 不同的价值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我之前在 大家想看NFT 或者其他人想要是转篇艺术啊 或者是 呃 艺术品这种东西 那在艺术品里面 每一个艺术品 因为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 呃 艺术创作 所以它每个东西都不一样 那当我们在讲做好事 就是social good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 诶 我每一个做出来的好事 它其实可以影响到的范围都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些不同影响范围的东西 放到hyper source里面 就形成这个hyper source 它独特的 呃 呃 它token里面独特的 它拥有自己啊 会跟每个都不一样 它很像NFT 但它又不是很东西 它用的 呃 它用的token standard 是semi-fungible token 是半同质化的代币 那所谓的半同质化代币呢 它用的是呃 目前 探过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个是ERC的1155 一个是ERC的3525 它们的概念其实都 其实很像 它都是让这整个token的形式上面 我可以有呃 我可以同时具备 fungible token的概念 我可以同时具备 non-fungible token的特性 fungible token呢 它是说它的意思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钱 我们的一块钱都等值 我都有一个代币 代币上面 记录的价值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 被比取交换 在impact的那个范围里面呢 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或是我们的output是一样的 呃 有时候它的impact可能是 呃 相对在同样的范围之内 但我们会产出的影响力 其实可能是不同的 我去教一个小朋友 一样都是一个人 教一个小朋友 某一个范围的课程 我如果换了一个人 去教这个小朋友 我们产生的outcome 就是上这小二 我他呃 比如Noah Noah今天去教一个小朋友 因为我们的knowledge 就是background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 教一个人 这个呃 投入的东西一样 但是我们会产生出来的影响力 它的范围是不同的 它的概念就是 我可以把这样子 同样做出来的行为 跟不同的结果 分别都记录在这上面 那它记录的格式是什么 它会记录的东西呢 就包含这些 呃第一个 a scope of work and its corresponding scope of impact 也就是我因为 我现在做的这个好事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今天是服务了多少人 我今天是清了多大块的海滩 我今天是剪了多少片的垃圾 又或者是我今天去做 种了多少棵树 这些事情都是我的scope of work 那因为这个scope of work 产生出来的影响是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 因为我去教一个小朋友 我让他的secure 就是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提升了 这个安全感来提升 我把它也记录在这上面来 又或者是因为我种了 呃五棵树 那这五棵树 它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会产生多少的 呃他会帮忙做多少碳中核啊 他会多就是吸收多少CO2 然后把多少的氧气排出来 这个过程 它对环境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多少 它也可以被记录在 它也可以被记录在 在versus上面 就是我的time frame of work 那另外一块是 我因为这个行动而产生出来的impact 它的范围是什么 我同样把这个影响的范围也划分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在教这个小朋友一堂课 我对他的影响力产生只会到学期末 因为我保证他学期末 就把全部的东西都忘掉了 那我影响力的scope 就会是从我教这场课 到学期末这段时间 但有可能我今天教的是人生的哲学 它的影响是无缘福建的 我教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你要相信别人 那这个相信别人的概念 有可能因为这场课 就升级在他的心中 那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也记下来 然后他的时间可能影响的时间范围是什么 也是hypersearch上面会记得到 好 A set of contributors the organization or people behind the work 这个东西是谁来做 他们做了什么 谁 contribute 然后因为他们不同人的contribute 会产生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他有可能他其实就像创作者不同 我对我的工作跟我时间的那个产生的影响而不同 那最下面这边是 A set of rights you get by owning a hypersearch 就是因为你拥有这个hypersearch 也就像是你拥有了一个NFT 或是你拥有了任何一套的资产 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 你的权利有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hypersearch上面 我可以记录说我是做这个好事的人 但我同时也是拥有这个好事 接下来所有被运用的权利的人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帮某一个天乡的地区 盖一个图书馆 那这个图书馆被盖完之后 他的所有权属于谁 我因为是我吗 是我这个铸造这个图书馆的人吗 还是因为我把东西全力记录好了 其实这个图书馆的权利是被 给了这整个社区 这个这个这个村庄的人去拥有 hypersearch这边呢 也可以帮我们做 做好这个记录 那 sorry 好那接下来我要举例了 好大家记得 就是scope of work 还有scope of impact 时间中 有谁 然后还有他的set up rights 我的权利有什么 我可以在上面被declare 好 接下来听到的是 hypersearch 因为它有这样的特性 它可以被运用在 哪几个不同的亲近里面 那这边可能有一些是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案例 那这边简单先讲 呃 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就是简 simple retroactive bonding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呃 回溯性的bonding的机制 这里面会互动到的呃 那个stakeholders有两个 一个是contributors 一个是retroactive funder contributors也就是贡献的人 就是我做事情的那个人 retroactive funder 是我去呃 回来资助你的这个人 首先contributors 他会做一件好事 做完之后呢 让retroactive funder 他去评估这件事情 那呃 呃 contributors呢 因为他做的好事 我把我做完的好事 min成一个hypersearch 也就是我把刚刚的那几个 那一些条件 全部都系系系列写 写好 放到hypersearch上面 铸造成一个就是我自己的token 那呃 retroactive的这个funder 就是我的资助者 就可以因为看到我的hypersearch 他也相信我做出来的 产生的这些影响力 我就把funding给你 然后你就把这个hypersearch给我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很像是一个资料的买卖 我把我影响力 我的好的事情的东西的资料 记录在这个token上面 那declare好我们不同的权利之后 让资助者去拥有 我declare好我可以给他权利 那这个拥有过程 我把它用买卖的形式呈现 我给你这个 你给我相对应的资助的资金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 但这样子的模式 他要运作起来 他其实会需要 整个生态系的人 都很相信这件事情 他才有可能发生 举例来说 先不用举例 在长期的运作之下呢 如果说做的contributors 在我做好事的时候 其实我都超级无理想心说 我基本上只要先做 这个生态系有强到 我一定可以找到 相对一个funders来资助我 那其实就会变成 create一个extra的layer 让大家觉得自己被激励 我就好像真的有机会 我做好事 但我先不计成本 但是我接下来 一定可以找到相信我的人 但这个需要仰赖的是 整个生态系都够完整 够相信这件事情 他才有机会发生 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有几种不同的其他的scenario 是我们可以套用的 第一个是 Prize Competition Prize Competition 就是它比较像是 我有奖品的一个比赛的东西 因为它是黑客装啊 或是whatever 反正这种比赛呢 就是我参加比赛之后 我做出了某些东西 我可以确定我可以得到奖品 他这个比赛的brandwork 这个competition的brandwork 他会帮我们把这个影响力资助的 那个的过程 就是他就会frame在这个 一个框架里面 他的过程也是这样 首先要资助的人 他先announce说 好我们接下来要有这个retro act 我们要有这个fund 我们接下来会有多少钱 多少东西可以给 要做好事的人 那contributors 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做好事的人呢 他就去做事情嘛 然后create他们的hypersearch 他命中的hypersearch 把这个东西呢 submit到宣布说我要做这个比赛的人身上 那我submit出去之后呢 因为我做了这个好事 所以接下来那个比赛的evaluator 就是可以evaluate说 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的cateria 如果有符合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得到funding 然后我也可以把我的hypersearch 给出去给到那个funders上去 他的实际的案例就很像刚刚讲到optimism 跟fatality他们已经做了这个retroactive的calfly good funding 在optimism上面的这个实验 他基本上就是他们是在没有hypersearch的环境下面 去做这个funding的支柱 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有hypersearch的话 我今天产出的东西 他的权力就会被更清楚的描述在一个token上面 那我也可以更保证说 我是不是今天这个做出来之后 谁会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然后他的工作的范围是什么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去做funding的时候 你fund的资金金额框架可以变得更明确 因为你知道它实际上做了什么 产生什么影响力 什么东西 但这些东西是你在原本的price competition里面 就是originally 我们现在任何的price competition里面相对比较去难界定的 呃相对比较难界定工作范围 影响力范围 时间跟时间影响的范围 呃还有每个人的权利 我可能就是对不你知道是谁做的 然后大概做的是什么 但这个就是赋予他把这一切变得更清晰的一个方式 呃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funding pool 所谓的funding pool就是 呃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够有钱到 有办法一个人去资助所有的 正向的影响力的行为 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 是指说 呃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founder 两个founder 三个founder 好几个founder 他们都相信同一件事情 那他们其实可以集结起来 一起去资助同一个 有影响力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 呃我们这堂课 教室里面的所有人呢 都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非常关注 对我们所有人一起 集结一个资金 然后希望可以去呃 incentivize某一些contributors 或者是某一些被引力组织去做某一些呃救援的行为 或者是资助他们当地名称物资啊等等的行为 对那这些行为呢 在他们被资助他们被资助完 呃我们先有这个 他们做了他们的好事 他们可以来跟我们apply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要把hyper source给我们 我们再把钱给他们嘛 但他们这个hyper source呢 呃刚讲到这个sand fundable token的特性是 你可以把hyper source就是fractionalize 你可以把它碎片化 也就是说我的影响力其实不只是呃 他不只是很单一的东西呃 呃举例来说他他呃这个ngo他做的行动如果有 我同时交了30呃就是帮30个小朋友找到他的地址 然后我捐助了多少多少笔呃多少的衣服多少的食物多少的什么 这些影响力的资料因为他明确被记录 所以他其实都可以被拆分成更小的碎片 来去做hyper source的分发 那在就是我们这个教室里面的人 最后拿到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hyper source的小碎片 就是呃因为我只出了呃比如说十分之一的钱来去support他们 那我会拿到我十分之一等量的hyper source回来 他的概念就是让呃funding pool里面各种不同的人尽管我的付出不一样 但是我们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我们都还是可以被reward 呃他把这个界定的东西呃权利的分配 可以记在hyper source的前面让东西可以这样子被互动 这个就是呃这是最后一个呃scenario 他的情境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的资助的体制都还是我先有一笔钱我给出去让大家去做事情 所以其实有一个情境可能是我把这种proactive的bunding就是我先给钱跟retroactive的bunding我后拿钱的这两个方式被结合起来 举例来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我今天这个NGO要做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要盖我一样刚才讲的我要盖一个图书馆好了 那我要盖这个图书馆我不可能在我这个NGO就没钱啊 我怎么可能在完全没钱状况之下就开始这个东西 所以他其实可以做到的范围可能是我先拿到一笔proactive的bunding 就先把这个资金或一小笔出来先给他让他可以kickstart让他可以先开始做事情 那我们在他做完事情之后我们再把剩下的他产生的影响力就被记录上来 然后再回去给他 所以他就变成两个机制的并用 我同时有先支柱但我也有后支柱的这个特性 他一起被南瓜在这样子的机制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旧的机制跟新的机制的一个桥梁 也让很多需要初始至今才有办法去 才有办法开始启动的专案 因此有机会被启动 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自堂课 自堂课其实我们也是用hyper search的食物 就是我们来去用hyper search的时间 就是我们这些讲师呢是不会拿钱的 我们会拿hyper search 然后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我们教得很好 或者讲得很好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hyper search买掉 然后把钱给我们 那我们就是会先愿意 就是自愿性的来去做这个 就是不会赚钱的事情 但是可能跟我们的理念相符 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讨师 我们也某一个心中的理想就是 其实我可能会赚到钱 但就算没赚到钱的话 我顶多也就是做了一件 做了功德 就是做了一件跟我的价值相符的事情 他这堂课就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的老师大家都是 都是我们都不是给账户 我们是给那个钱包地址 然后送自己hyper search这样 这样的方式 在课堂中也是可以被运用的 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实验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小段 一个一小段影片 然后这段影片呢是 这个hyper search的东西 它在那个去年 Borgata的Edir的DevCon上面 发表的时候 然后他讲的东西 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 这就是下个礼拜的讲者 他们的组织 他讲他会 他接下来会讲到的东西是 我刚刚讲的是hyper search 那这个hyper search 它实际可能在他们这些 他怎么去跟工程师解释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 他可能被 他们期待这个东西的运用的情景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张的描述我们的行動, 你会想想象一下, 当这些行动已经有影响是一种影响, 让你并观察到其他人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一种影响的, 或者是一种影响的, 就这么好, 把它们拿回来, 然后用它来到这个现象, 所以,如果你能看这种影响, 这个帮助理, 这是一种影响是一种影响的, 好,这边讲一下,就是他刚刚讲到这个大家互动的概念的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几张图是很像的,其实图把,刚刚前面的几张图把个别的案例都在抓出来,这边来讲的就是大致上我这整个生态系里面就会有三种不同的stakeholder,我有public,然后我有contributors,我有impact,那每一个stakeholder他的互动, 谁先发hypersons,发完谁之后,他的bunding signal会送到什么地方去给,他把hypersons发过去嘛,bunding signal回去,activity是由contributors这边来做,然后做完之后这个impact是回到公众的体系里面去的,所以他在把这个东西再次的厘清 typically there's some benefit that is expected to be taken because there's some likely, some possibl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and so you expect that risk to be offset by profits, but generally you could imagine that there could be impact investors who are investing in activities generally, and I think that we should try to, and we are targeting the creation of particular bounties slash prize programs with non-profits who fund science or environmental programs to set up programs where they will fund, they will pledge to award the team that succeeds most in pursuing some goal, and they will reward not just that team, but also anyone who contributed to that team, and do so in a proportion that the teams and contributors and collaborators agree is fair at the time of collaboration. 好,这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刚刚提到,在这整个的架构都还不完备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些折衷的方式先来去实作它,那他提到的折衷方式呢,其实就是先率先的找这个price competition的方式, 用一个竞资的框架把东西,把东西限缩在某一个范围里面,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比较好掌握我去做这件事情的预期的成果是什么, 其实是他们的策略,那这也是我们在做很多新的技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新的东西出来只是大部分人思考的方式,并不是我会直接想到我的本质是什么, 这东西要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往往是需要现在现有的机制来作为案例,来做analogy,来做比喻, 我才可以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尽管这是一个很新的模式,来去做新的资助形式, 但我套用到传统的这些不同的机制里面去,我才有机会真的让某一些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理解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们在策略之中很有趣, 很算是聪明的事情。 建访虽来看起来自继续公式区负债的方式, 这变成型 privisini根本義的这种付出肯定的一半是少女 Dubai was coba实的 moles负债是分享应该的 reciprocal的一顿 と与其成继观才能发展上任何一个资助形是什么 but they also get the causal impact of prospective funding where they can actually de-risk this for more people. They can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take on these large endeavors, because suddenly they pledge not just support, or not just fund retrospectively teams that succeed, but also anyone who provides them with workspace or resources or collaborations or introductions. And so it should really facilitate the ability for these contributors to a priority go out and do these useful things.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see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So they have to see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But because we have the Retroactive Funding and the High-Basis, I can see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If I have to see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ults of the投資 or the government, 它是降低了我这笔资金花费的贡献 so overall you don't i will admit you do not need hyperserts for this you could do this with napkin agreements in the same way that like many cap tables are set up initially with like a signed napkin and like okay the founders at 60 40 or 50 50 or whatever and that's good enough that is possible here the reason hyperserts get interesting is because i i foresee and predict and hope to help create an ecosystem where it's not just one-off programs sometimes you'll see these programs cascade where maybe the contribution to a small scope retrospective funding program ends up being integral to a much larger effort and you can imagine this very easily for some particular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y that becomes integral to a larger program around and capturing a gigaton carbon scale 好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hyperserts它其实是很多影响力的东西的集结体 那之所以要把这些东西集结起来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资助或者是任何现有制度之中的捐款机制 很多时候你的捐款都是一次性的很one-off的比如说又或者是去当志工 这些行为都是很一次性很one-off的比如说我今天去某一间小学去做隔下令营的服务 这可能是大家的返乡服务的什么的就是大学会友的我回去做完这个服务之后它就是一次性的 然后这个一次性的东西 其实在这整个生态里面 其实反而可能会造成的是服务污染 就是我并不是说 每一次的服务都真的符合 这整个生态需要的东西 那hypersight sound的概念 其实是让长期的 它是希望可以促进长期 持续服务某一个项目 持续服务某一个cost 它的这件事情可能被发生 那也因为它的影响力的范围 它的影响力就是被影响的范围 都可以被好好的记录在上面 然后每个人的权利 可以被记录在上面 所以就是它赋予这个 长时间去做好事 长时间去做某一个东西的服务 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更明确透明 且且就是大家都有concensus 都可以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环境 那它的最好的 就是它可以最好被实践的地方 就是这种复杂性相对比较高的专案 比如说我去资助乌克兰这件事情 战争并不会因为我资助一个礼拜 它就结束 它会是一个我要超过一年的东西 我一直有不同的新的bunders进来 我一直有不同的新的contributors进来 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每个人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 我要怎么确保这么复杂的体系里面 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可以被保障 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在可以被资助 或者是有办法被reward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技术其实就是带给这样的复杂性的 具有这么高度复杂性的东西 一个可能性 然后再次想要测试一下 有明显出的 Mother's Web 然后再次的形募 然后再次发生一发 Composite 深入自己的大部分 还是可以加的 然后应该能复杂 或者交易 或交易 or attribute within each program in a way that is visible to and measurable in the larger program I expect that these will also have a property where you'll have multiple funding programs simultaneously running where the same activity could apply and when that work is being done you'll need to do splitting and merging of these contributions to say which parts exactly were being rewarded by which grant program even though it may look like a monolithic activity what about I think that's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it may not match their-in-law's company is-in-law's company I think I did is-in-law's company I think it can be is-in-law's company I think it can be that's all is-in-law's company if-in-law's company I think that's all 把这些东西有办法 透过这个技术被拆分 我的影响力被拆分 我的工作档被拆分 也有办法被merge起来 它其实就增加了一些可能性 就是一个专案 它就不需要只是 收某一个 某一个资助方的钱 好 这差不多是 就是它补充 我觉得hyper search 其他相对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特性 好 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进 我们想要 好像有的hyper search 有这个retroactive funding的机制 我们好像就进到了下一个环节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体系 跟原本的资助体系不一样 那这个新的体系 它的有优劣 就是各种各种优劣的利益 其实都有 那它分别有什么 我们的公司 简单讲一下我现在的公司 我自己创立一间公司叫 Heptide Protocol 然后这间公司其实也是希望用 各式各种技术来去重新整合 这个世界在做资源分配的方式 那一开始看到hyper search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希望可以用hyper search 来重新定义 大家在做捐款这件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们曾经试着 就比如说大家捐款进来之后 我们就reward hyper search给你 然后就是看说 是不是接下来有机会 让其他人去做 这个 去购买这些hyper search 然后让你的捐款不只是一个捐款 它可能还是一个投资 又或者是我今天去做一个志工 然后我reward hyper search给你 然后我接下来这个志工行为 去向大众 有几种方式啊 就是我有小额的向大众募款的方式 我也有去找 比较有钱的individuals或是组织 然后募一大逼的款项 但是基本上他的 呃 非所谓非语理组织的business model 一直都是建立在 我怎么去跟别人要钱 这件事情上面 那要钱其实对 很多非语理组织来说 是非常花费心力 然后很头痛的事情 因为你一直开口啊 就是大家一直要 手向上升 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件 呃 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做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会 呃 占掉非语理组织 非常非常多的资源跟时间 他们就变成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做好marketing 做好branding 然后再就花时间去做branding 然后呃 就变成我在我的组织工作里面 可能超过四成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 就六成的时间是在做 我真的说 比如说我要服务我儿童 我要服务受报母女 我要服务更生人 这些服务者的比例就被相对简历 那看到这样的新的business model 是让我很兴奋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专注在做我的好事上面 然后呃 再把再再把钱带进来 那另外一块是呃 大家在创造影响力的时候 其实整整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会说影响力很难被量化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我教了一个小朋友 我对这个小朋友未来植芽的影响 到底范围是什么 到底会影响怎么样 这个我真的都不知道 那 它至少多多少少是提供了一个框架 让我把那个影响力放进来 那我可以去定义它的影响力 然后另外一块是因为它target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它target是一个相信区块链的人 相信Lefty的人 相信什么的人 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跟人本会捐款的人 其实不一定是重叠的 所以呃 我可以reach到更多不同的人 来去呃支持我们 呃 它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希望可以用hypersight的原因 但后来的我们公司并没有用hypersight 呃 这是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 impact the scope 跟measure impact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在讲hypersight 你要填进去的东西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呃 impact的呃 你的你的你的工作 你做了什么事情 还有它产生出来的impact有什么 hypersight尽管提供了这个 做这件事情的范围 但它其实并没有提供给你 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把这个影响力 写出来算出来 还有用什么样子的标准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也因为没有这个 呃它的记录就其实非常不符合 非常多企业或是大型的支柱方在看总续发展的时候 他们希望可以看到的指标 那这些指标一旦没有被看到 他们其实要去买这个的动力会相对很低 因为有点像是你自由市场去定价 那它就像艺术品 呃这个艺术品的价值由这个市场来决定 但是呃你每一个social good的工作 你其实是有一定的input一定的成本 一定的产出 然后还有这些无形不可量化的东西 但这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到底应该要怎么被呃反映出来 是这边并没有办法address到的东西 那应该要是一个弄公司的股票的概念 就是呃公司的市值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增长 然后还有大家对这个公司看好看去呃看出来就是等等的 会影响到high pressure是它本身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的浮动导致就是呃美国的美国的政府 现在就是把它相对比较视为是一个不靠性质的东西 比较偏投资性质的东西 那也因此限制了它的呃呃 也因此限制它可以被运用的呃的地方 最开始hyposter出来的时候 大家很期待的其实是影响力进入自由市场 在自由市场之中就像艺术品一样可以被交易买卖 我相信这件事情它这件事情跟我来单这地方在一起 我可以因为我有这个身份呃呃我我可以就像就像艺术品一样 在在市场上面自由地运用它 然后在我呃明确划分出来的权力里面去呃呃去呃去去运用这则 反正这个还会涉及 但因为它现在被视为就是比较偏股票的东西 所以所以其实市场中就是你就不能有刺激市场 因为就是他们要避免太多投资性的行为出现 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用它原本希望的东西去呃呃让它原本希望 差异其实就差没有那么多 它的差异就没有办法很出来 所以我们后来 我们这些工资后来就暂时没有选择 使用开飞水池 然后因为以上种种原因 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呢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回到影响力的界定开始 因为当我们在做这样子影响力的交易的时候 一个东西要有办法被交易 其实你必须要先知道它的价格是什么 你要知道它的价格是什么 就要有办法量化它 它的价格才会有办法被明显的 就是它的价值才有办法 价格才有办法出来 那我们先回到了前一步的量化这边的工作 然后我们再往下推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公司的状况 但就是Hyperseur呈现实的考量 我们已经是这么相信 相信这一套机制跟人 但我们没有使用这个东西 就代表它还有非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它是新的技术 它还不断持续的在改变之中 尽管它概念很好 但一定有跟我们原本的制度 原本的架构不符合 导致它没有办法推斜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突破各种重重难关 不断的把它往外推行出去 会是在做这样子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好然后这边也讲一下它未来的可能性 其实Hyperseur这个东西呢 刚刚讲到的是一部分它可能可以发展的方向 就是它的几种不同的模式 但它其实也可以用在这些地方 如果你喜欢art 你喜欢有看媒体 各种不同的媒体 是新闻的中途选用准 你有在经营的community 你的社团 你的社群 有时候会办活动 办conference 然后你生活中有塑料教育 或者是你有healthcare的机制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Hyperseur的解决的范围里面的 举例来说好了 我觉得最好理解的可能是community building这一块 比如说大家都在参加可能 或系学会啊 或是学生的 大家的社团 大家在社团里面呢 其实可以想象我今天社团大家都比较偏向是志工形式的在服务 但如果今天如果创造了另外一套 我可以去reward大家的服务的机制 比如说每一个做好他自己任务的人 他都可以把自己的任务命成一个hyperseur 那这个hyperseur呢 出来之后 其实如果是系上来说的话 我也看系上的老师会不会因为我帮系 我在系学会 我帮系上服务 然后因此我这个系所的人 就是愿意来support我这件事情 哪些学长姐啊校友啊或什么 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很明确去资助我做出来的这个行为 所以在学生的社团里面 这件事情也是有机会可以被运用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 我做任何不同去favor不只我一个人 而是我整个community 或是我以外的community里面的人 他都可以套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发展 听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大家觉得哎你会想要怎么 你会你会adopthyperseur吗 你会想要用这样子的技术吗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要怎么用 ok想一下 让我看一下哦 从第一个开始就是前面有说到project together在战乱的时候先执行行动或去再拿资金 那怎么确保事件发生的时候有足够资金去应对行动呢 答案就是其实现在的机制下面我们是非常难去确保这件事情的 所以在hyperseur的运用的初期我们需要用很多manual的力气 人工的力量去把这个资金弄到位 比如说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它相对是比较random一点的就是真的有人在实验这样的模式 但现在当我们还在倡议的阶段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确保一直都有足够的资金在做这件事情 那还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除了就是这是hyperseur最终最简单的模式 就是我contribute之后就有人给我funding 但因为这个模式我们还没有好足够完整的生态系有办法去承载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只好就是设计出后面这些不同的框架 比如说像比赛啊像是什么 这些不同的框架来去帮助我们实践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一个新的技术比较现实的点是这样 然后半同质化代币 半同质化代币呢 这边有两个不同的半同质化代币 就是semifundable token 一个是3525 然后一个是155 那现在呢hyperseur这边用的是1155 那其实 它相对的概念不是说 什么时候 不是 Token的数量是1的时候的确会是非同值 但是Token大于1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我可以去做交易 但是它一个Token里面 因为hyperseur的特性是它可以承载不同的Data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Split出去 有不同的小的Fraction 小的碎片的 所以当它Split出去变成碎片的时候 每一个碎片它又变成自己的那个 它又变成自己的非同质化代币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 就很像是重组性比较高 分出去回来分出去回来 这个merge的重组性比较高 You would have to trusthyperseurs issuer Right 我觉得要相信hyperseurs issue的人 它其实因为你先issue了hyperseurs issue hyperseurs的人 其实通常都是contributors 自己本身 就是做contribute的人 所以做这个东西的人 就是你做贡献的人 然后你同时也是罢hyperseurs的人 那你发了之后呢 如果说你相信就资助它 你不相信你就不资助它 所以它其实相对还蛮单纯的 就是你要不要资助它这个人 对 它就跟你 就是要不要相信它 是会有关系的 为什么有人要去买hyperseurs 为什么有人要去买hyperseurs 在最开始的假定里面是这样子 就是 我们的retroactive funder 他们希望可以 举例来说好了 现在很多的企业 他们是需要做ESG的计划 就是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 那这些社会责任的计划呢 其实很大一个部分 很重要的是 是我需要可以看到成果 或是我需要 知道这个计划 是不是符合我的KPI 大型的企业呢 他们在 就是以台湾来说 在上市会之后 都要揭露他们的 永续的报告书 那这些报告书 会有一定的怀疾日 那他们必须要确保 我资助的对象是 符合我这些报告书的 那对这些企业来说 我买hyperseurs的用力就会是 我已经先知道 专案的成果 还有我专案影响的范围 那我去买它 我可以确定说 我买的是一个我知道成果 确定范围 并且符合我的目标的影响力的 的东西 好 然后 一位是说 当我参与MGO 或是做任何贡献的时候 我很希望有一个列表 可以列出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这时候 hyperseurs 绝取是一个好的载体 甚至 贡献甚至包含 写一篇部落的文章 参加现场活动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 但我还是不太相信 这些发 hyperseurs 这些东西 在发hyperseurs之后 真的能够获得资助 毕竟原本的预设 就是无常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回应 因为 我觉得现在hyperseurs 整个市场 其实也是卡在这 也不是个卡 就是 它必须要先 有很强的动力 把整个市场 拉起来 带起来之后 我才有办法 先让大家 在做的时候 就觉得可以获得资助 当现在生态完全还不是 用这样子的方式运作 所以我们需要创造 各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情境 当这个东西 一次性的实验出来 两次 两个实验出来 三个实验出来 你知道办法看到 它接下来 整体量化的 比较大量的运用成果 在 就它其实就很像 好 我不知道怎么决定 但 它的概念就是 反正基本上就是 市场还不够成熟 然后导致它这个东西 还起不来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东西 然后 我没有办法保证 一定要 一定要用 没有办法说 一定要用hyperseurs 记录东西 但是 刚刚那个 Evan 他在 那个 叫什么 他在 DepthCount里面 也有讲到 hyperseurs 你其实完全可以 不用用 你就记录影响 你可以把它 直接写在一个 残经纸上面 这件事情都是可以的 但是当事情的 复杂程度 来到了一个 不同的状况 你其实会需要一个 更完整的载体 来去承担你的东西 比如说 当我的 这个专案 会符合很多 不同 朋友 人的需求 那我要怎么把我的 这个专案执行出来的 全力分给他们 又或者 我这个专案 它不只是 one out的行动 我做的好事 它其实有 很多个不同的 好事的循环 或者是很多个 不同好事的面向 那 这些不同的次 每一次 我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它复杂性都很高 但是它最后都落到 一个大框架上面 那 餐巾纸就 比较没办法复合 这样子的需求了 所以当你要寄入东西 它变得复杂的时候 会更需要一个 可以承载这些 复杂资讯的载体 这是为什么 hypersearch 所以没有一定要用 但是它是带领 你会用方便 很有的金融法规 是否会成为 hypersearch的主力 会 就会变成 它只能绕着这些东西 绕着法规 去做一些改变 但这些做的改变 其实就 很可能让它 没有办法去符合 它一开始最希望 做到的目标 如果去了GPD 第一开始就采用 hypersearch 开发 它会成功吗 或者是要怎么去评估 影响力 我觉得去 就是 也就是一样 回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影响力 这件事情 一直没有被 一直没有办法 被好的评估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hypersearch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 大家必须要自己 去定义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它也会导致 大家在定义 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标准 但是没有标准 其实很多比较大的机构 就很难去的照 因为它们需要标准 才能不能照这些东西 下一份更精确的就是说 多花几颗相同的代币 因为最小的 当然是一个代币 这个呢 我们可以等到 下个礼拜的时候 下个礼拜呢 基本上 我们就会邀请 Protocolabs的人 来做技术的讲解 那它可能会带大家 去写 直接去写 在Solute自己的环境 其实要怎么去被做到 那再去上课之前 我欢迎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 会有一些问题 是因为还没有时间 去看过 Hypersearch的网站 它命出来的东西 长什么样子 欢迎大家到 Hypersearch的 XYZ 这个网站上面去 你去connect你的wallet 实际去 命一个Hypersearch 它你可以 因为它现在都还在 比较试验线阶段 所以就是 就是随便拔一个东西 你去看你要填什么东西 然后它贴的东西 在里面的criteria又什么 然后发出来东西又长什么样子 那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会帮助你了解 它就是操作起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剩下的 我们就在下个礼拜 交给Protocolabs的人 来分享 好 谢谢 今天就是概念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的介绍 然后下礼拜就 我期待进入技术环节 好 感谢各位同学 所以今天那个 主要大家可以想象 Retrointed Funding Retrospective Funding 跟Hypersearch 原则上呢 就是一种机制设计 就上礼拜想要做机制设计 那怎么用机制设计去 去改变一些人的行为这样 那之后当然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机制设计东西 会介绍的 那回过头来 刚刚有人问到现在机制设计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了 就OpenAI 其实是有想过机制设计 这件事 那OpenAI想 想机制设计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EBI合在一起的 就全民 全民基本收入这件事情 在一起 有没有人想到 就是这两件事 他们可能是怎样 对 对 OpenAI会 会 可能会 AI可能会造成什么 可能会造成 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这是 这是其中一个 那 它也可能 会创造很多的 那 那OpenAI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open source 它是non-profit 对不对 所以 它创造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 的extra revenue 其实本来的方法呢 是用来fill 所谓的 全民基本收入 那这些全民基本收入呢 这个前面的可能性是什么 前面的可能性是 OK 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的话 我要证明你是一个 人嘛 我要证明你是一个 Proof of Humanity 对 所以你如果来用我做 比如说像是一个 红膜扫 红膜的扫生 扫描 然后 产生一个ID 或者是那种产生的ID 你越早来做这件事情 你拿到UPI的 那个量可能就会有点多 这样就会 那个让 就是 有更多的人 那个 快速的 进入这个 EDI的空间里面去 但当然可以想象 这也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一开始进来的人是 这些有 这些先起资讯的人 所以 这个本来整个project 在我本来里面 叫做Worldcoin 但是这些 这个project 后来没有去执行 可能是因为他会 重大社会问题 可能是因为 他没有其他的concent 必须要去Prentize 或Prentiz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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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